今天帶武名去遊車河 武名一向都是坐在後面 今天坐車頭,帶著安全帶 為什麼呢? 原因是因為Canadian 輪胎 雖然我不是去Canadian 輪胎 帶了些四季輪胎來換 疫情就在家裡工作 所以一直都不用開車 一直都不換 不經不覺,兩年了 現在換回四季胎 正式宣佈夏天來了 同一時間,雖然疫情確診數字很高 但當它疫情完結了 進入新的生活 也開始回到辦公室了 整車在COVID的情況下 由始至終都這麼爆 來到整車的小朋友 都要排隊 雖然已經準備好職業 排隊的長龍 還要比醫生長長 而且看到每個小朋友 都像我們一樣 兩輛車一起換胎 換成 所以我們都不是一個例外的例子 既然整車是由始終都這麼旺 解釋到為什麼呢 其中一個原因 Canadian 輪胎 一直都這麼強盛 最近跌了一點 但它又出了好業績 又應該繼續長旺 雖然 Megna 加拿大最大的零部件公司 最近股價偏遠 這大部分的原因 就跟Supply Chain 的迷惑有關 就未必是它賣賣不行的 大家要知道 可能有一個零部件 因為整個車子都會站在那裡 這可能是一個原因 Anyway 今天非常繁忙 換完一輛車 又要換另一輛車 接著 下午又有節目 希望在時間內 能夠控制得好 不會延避路